今天我们聊一下交易的两种流派 交易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根据走势头进行交易的 另外一种就是根据新闻或者经济基本面状况 进行交易的基本面分析者 当然还有两者兼顾的中间分子 不过这些人在本质上 仍然分别隶属于基本面或者技术分析 只不过利用另外一种方法作为确认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讨论一下 关于短期这个消息行情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如果我们交易的人完全根据我们所听到的消息 做交易恐怕会输多赢少 你比如说这个消息利空 咱们立马就去做空 如果这么去做的话 我们的结果绝对不会特别好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利多不长利空不跌 导致我们根据这个消息的结果 做交易无法获利这种情况 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普通的交易者来说 当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的结果 其实它已经不是最新的消息了 我们得知消息的渠道往往都是通过一些自媒体 一些经济频道 但是这些媒体上的人知不知道呢 这些媒体的人他们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所以当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往往都是已经是二手都谈不上 三手四手五手甚至六七八手的消息了 所以这个消息已经充分被消化掉了 我们经常说的 预期已经被提前消化掉了 那么谁在里边获益呢 就是大型的这种消息机构 他们是知道这些的 他们能挖掘最新的消息 当他们知道最新消息的时候 他们就会布局 所以当消息在已经发布的时候 他们已经获利离场 所以为什么在消息公布的时候 价格都会产生剧烈的波动 就是这个原因 你们在进场的时候 别人可能就在平常了 所以我们往往是吃亏的 那既然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干脆不要去理会这些消息面 更不要说根据这个基本面的结果 去做交易 我们应该冷静下来 但是呢 很多投资者没办法做到 因为我们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 会出现剧烈的这个波动 我们生怕我们不进场 就会错失很大很大的机会 所以情绪在这摆着 我们往往进场了之后 就通常买在什么 比如说买在了最高点 卖在了最低点 对吧 或者说你进场了之后 这个止损空间就非常大 然后经历很长时间的 没有利润 你是不愧的 所以消息面 对我们普通的这个交易者来说 可以说几乎无利可乎 还给我们带来一身的麻烦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看脚消息 我们就看价格本身 一句话说的好 你所有的这个事件 最终会怎么样 都是价格会走出来 而价格走出来了之后 你是涨我就做多 你是跌我就做空 这就可以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